我現在講的是Pizza 就是霸壽粉 你也可以寫一個火 但是我會用一個比較狗字 霸壽粉 為什麼可以講是霸壽粉 這個就非常有意思 我先講這一句 要給你 勇盡師傅一碗 他來勇盡師傅一碗 我每次去吃 我不誇張 我每次到勇盡師傅一碗 只是我就是吃這個而已 這個我可以不要 師傅一碗不要 我只吃霸壽粉 因為我覺得霸壽粉一碗二十塊 是我吃過全世界最好吃的霸壽粉 每次吃完就會滿 那我吃到什麼地步呢 我後來 最近去台南吃霸壽粉的時候 我進去你不用付錢 不是我寫他介紹 我從來沒有介紹 是進去每次都哭到朋友 什麼魚屋 光笨屋 一大堆 什麼黃浩伊 一大堆人 都在那邊吃 到中午的時候 他是綽號碼來吃 進去裡面人家搶得幫你付錢 為什麼 他幫你付錢 你到台北 你就要付比較多人 開玩笑 開玩笑 他那是 可是霸壽龍 永濟 又霸壽龍是最低 可是他的名字叫做 永濟食物與娃 他不叫做永濟肉燥飯 這是很厲害的地方 這是第一名 但有一些人認為說 永濟的是外地人認為第一名 他們認為有一個第一名的人 是這一家 或最好的人 是叫阿和 霸壽龍 阿和的是什麼樣子呢 阿和的他有 他就有糖棒 阿和的是這樣子 阿和的肉燥 就是他的這個魚皮 糖 這是我附近那邊 阿和的感覺都不一樣 阿和的是什麼 我突然忘記了 你們去查看看 兩邊的不一樣 等於霸壽龍 不是切丁 跟肉飯不太一樣 它是用切丁的方式 兩家不一樣 可是我看到一家 最讓我感動的 不是這個 是肉燥飯 我為什麼說它是配料 因為肉燥飯 在台南的美食裡面 從來沒有問題到來 大家提到前面 會提到鹹粥 會提到一大堆 一大堆個吃的東西 但是誰在提肉燥飯 我 你給我肉燥飯吃 當配料 我吃完這個東西 再叫我肉燥飯來吃一次 所以肉燥飯 在台南從來是嘴角 它是個配料 它用配料 但是這個配料 非常非常重要 你沒有吃到 你就覺得少連關係 這是配料的精神 台南會把肉燥飯 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當作配料 配料在哪裡 我也是吃到的 讓我感動 是有一次 有一個台南一宗老師 他這輩子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他永遠不想離開台南 為什麼 離開台南他吃不到的東西 所以他這輩子想當 就是他要當台南一宗老師 永遠在台南吃小吃 這種人說 這種台南女生 我們知道 我怎麼看起來 就是 他吃到台南 那原來是 他帶我去吃一家 私房菜 叫做 阿秀魚肚麵 這是他家 旁邊的 進去裡面 魚肚麵 然後進去裡面 最重要是吃 肉燥飯 魚肚麵 就吃肉燥飯 他的肉燥飯 是什麼樣子呢 我先給你看那個我滷 他滷的肉燥 這個 我那天沒有拍飯 因為整個人弄差不多 他滷的肉燥是這樣子 他滷的一鍋在那裡 我們桃鍋一直滷 滷在這裡 然後你要吃多少 因為是吃你的方菜 你要吃多少 你只點二十塊 你要存幾碗 隨便你吃 有這樣賣的 那為什麼這樣賣 重點 我進去的時候 那個台南醫生老師 帶我去 他跟老闆娘 這樣打招 阿蘭我來了 我忘記的東西 阿蘭跟阿佩來 叫我 叫了之後 就說 我現在來兩天 都拉瘦燈 他才知道我才會掉 是這樣子 我們介紹的時候 他跟他講我來 然後跟他吃喝 我來介紹 這是我的朋友 我的好朋友 然後他跟他講 這個也是阿蘭 你就喜歡爸爸 他媽媽就喜歡爸爸 爸 就是爸爸 然後 他們兩個很熟 他說 我爸爸跟他的媽媽很熟 然後我爸爸小時候 帶我來的時候 就跟他的媽媽介紹 我有這個兒子 然後 今天他的媽媽給這個女兒 接班了 台南醫生老師已經長大了 他在把他兒子帶進來的時候 他也讓他知道 這個阿蘭 現在是這個 賣這個 一度面的老闆 他們是一袋 穿一袋 而且是有一種 消費者跟生產者 老闆跟顧客之間 有一種 偽妙的一種在意的情感 這種在意的情感 在別的地方沒有 可是在他們的地方沒有 因為這樣有 當我進去的時候 他會介紹 因為他覺得很重要 做一大介紹 所以他用講話的方式 跟一般的 買 吃飯的講話方式 就不太一樣 那這樣的四常菜 吃起來 就不一定說是好不好吃 好吃是一個 還有一次 那一種 他就覺得這是一種驕傲 情理雖然是很美麗的東西 可是那種人情的 那種驕傲感 還有一種 這在我台南吃的 最印象 最深刻就是這樣 但是蘇伊 肉燥案 在他來講 他是病實 但他不是主角 真的是 我看到肉燥案以後 我會覺得 台南有他的特色 他的肉燥案是硬的 可是我們看到雞肉燥 我記得看到控肉燥 或者是乳肉燥 他是血的 講到這裡 當然最重點是在高雄 可是我現在站著 他要看高雄 再往南走 走到我 再往南走